任天堂的最新主機Switch 以獨特的變換型態設計 成功吸引了高度注視 不過講明遊戲機 設計到飾飛都是假 遊戲才是主軸 我們就立即試試第一輪行貨新遊戲 看看能否吸引到你去買機 當年同樣是老陰出品的Wii 可以說是體感遊戲的先驅 今次Switch就似乎有意重演神話 One Two Switch設有28款體感小遊戲 部分玩法還跟當年的Viu很相似 也有一些是頗有新意的 Hello 我被人贏了 我被人贏了 我被你嚇到了 我是可以逼人的 我被你嚇到了 太容易玩了 我被你嚇到了 太容易玩了 太容易玩了 我被你嚇到了 我被你嚇到了 為什麼會這樣 我被你嚇到了 整體來說 遊戲都算多元化 還有有新意的了 不過始終比較簡單 有些遊戲 甚至只會用一局來定輸贏 用來開派對餘賓 應該相當不錯了 但就可能會很快玩厭 另一款第一輪必玩的遊戲 應該非炸彈人莫屬 沒有他 經典回憶加上多個人一起玩 簡單的玩法已經夠玩很久了 實施四人為抽 配對手掣比想像中簡單 只要按手掣上面兩個掣 立刻可以玩四打 非常容易 最正是因為Switch的設計 就算出街沒有電視 都可以隨時四打 甚至八打 一個字 過癮 我覺得這個炸彈人真的好玩 因為有很多童年的回憶 以前都經常跟朋友玩 這次還可以有 很簡單連到四個手掣 玩四打也很方便 不過其實我覺得 如果 雖然有個好處就是 拔出來可以照樣四打 這個手機做不到 但其實略然小了一點 但如果即興要玩的話 絕對一絕 多人玩的還有這一款 不過如果要玩四打的話 都是在電視玩比較好 因為遊戲畫面要分四格 在屏幕上擔心會看壞眼 單人遊戲方面 老影粉絲當然是最愛 薩爾達傳說 畫面雖然不算頂級 但都算細緻 而且運作相當順暢 信掌之野望、創造 和魔界戰技 其實都是舊作 實施 無論畫面和流暢度 都和其他平台感覺相似 唯一稍微要談的是 可能是信掌的售價 實在是貴了一點